當年市長 吳明慧日前含觀光三業 還有頗少業者來面對面作單欠聽到業者的心聲 當時正行在在武漢經驗上關層困正常的交流 他也要關心到業者向業消毒造業的進行 業者是在會中特別向市長吳明慧歡迎 在中央層困案的申請過程當中所遭入的困難 向後馬共同討論 當年市的觀眾如有業 在這集合疫情積極之下 組合化危機為戰機 在從讓UK安心的如有環境 當年市長吳明慧在這日前創意到市府團隊 占對第二關公三業的現況 和當年市入管上業同業工會理事長李索丁 工會總幹事 願英明在來的入職業者代表共同作單 會中業者特別感謝中央退次訴訓案 但是希望中央可以有進行民間的進行過程 讓入管業者可以申請進行任務 又獲得信用貸款的支援金 市長吳明慧也答應 占對著中央層困案的疑問 會增加在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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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所有的員工 帶領員工 包括做我們自己的成長課程 甚至許多的消毒工作 這樣的服務品質是令人感動的 可是在疫情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讓這個疫情 等到疫情過以後 我們能夠再重新站起來 讓我們的嘉義市的文化嘉義市的觀光 是被大家所重視的 這是值得大家一來再來的地方 可是我在這裡也同時也呼籲 當我們到人多的地方 大家務必戴上口罩 像我們現在文化路夜市 包括你只要進入到這些地方 你一定要戴口罩 我們也很感謝 在目前為止 幾乎文化路戴口罩的人 是相當的高 可以說我們市民是一流的水準 甚至台灣來到這裡的民眾 都能夠配合 江義市政府觀光新聞指教 江義市目前有79斤的入館業者 包括78斤的飯店 和一斤的民宿 占對到交通保管工業的觀光 所謂方案 市府提供到航口咒船船 所謂問題 也像武漢危險 所謂的懶人包 肯定在家裡 觀光越有望 歡迎家義市的飯店 業者 如果有任何疑問 都可以來查詢 世心新聞 中心屬王秀山 家義市蔡宏報道 疫情瞬息萬變 我們要慎防社區的傳染 防疫工作再升級 除了加強各項的防疫消毒工作 更需要您的配合 勇媽要提醒您 外出的時候 記得攜帶口罩 去人多的地方 更要戴上口罩 用餐的時候 盡量以外送或外帶 減少人與人的接觸 也請所有的餐飲業者 以及菜市場 夜市攤販的朋友們 務必戴上口罩 可以降低傳染的機率 保護您也是保護別人 防疫工作 大家一起來